大家好,这个高强度间歇性运动HRIIT 它是属于有氧运动呢,还是属于无氧运动 而这个有氧运动,无氧运动和高强度运动 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理一理 好,我们一般呢,普通人这个静息心率大概在60左右 也就是说,每分钟心跳大概在60下 这是普通人,就是在你安静的情况下 没有做运动的情况下 你的这个心跳速率大概是60 当然也一般也可能60啊,70啊,80啊都有 都是属于一个正常范围 当然你的这个心跳速率越是接近这个60呢 就说明你的这个心脏的功能越强 你的这个利用氧气的这个效率就越高 然后每分钟的这个60跳的这个心跳速率呢 大概呢,它就是30%的最大心率 就是说,是你这个心脏的最大心率 心跳的速度啊,最大的功率的这个30% 然后从每分钟60跳到120跳 在这个范围的心跳范围呢 这个属于有氧运动啊 有氧运动就是说,它是你有氧运动 运动了之后,你的心跳加速 然后在60到120之间啊,这个都属于有氧运动 啊,这里的这个有氧,它这个意思 有氧运动的有氧呢 就是说,啊,你这个运动所需要的氧气啊 通过你这个呼吸啊,这个心跳 可以正常的提供给你的这个身上的肌肉的需要 就是说,啊,你的这些肌肉运动啊 能够正常的从呼吸当中得到充足的足够的氧气 那么因为它这个整个运动过程中 它能够充分的得到氧气 所以呢,它的有氧运动的 能够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 啊,往往呢,可以持续到几个小时 啊,比如说一些休闲的散步啊 或者说在公园里面骑自行车啊 这些都是比较,不是很吃力的 比较轻松的运动 好,然后从这个120跳心跳 也就是最大心跳速度的60% 一直到80% 也大约是160每分钟心跳 那这个范围呢 基本上就是属于无氧运动 那无氧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在这个时候你的运动呢 运动的剧烈程度加大了 运动的量加大了 然后你整个呼吸 能够提供给这个肌肉所需要的氧气 已经不够了啊 没有足够的氧气可以提供给这个肌肉啊 就是要氧气 需要的氧气要比这个提供的氧气要大 那有氧气就是不足够能够不能够完全的来提供给全身需要 啊 因为我们呼吸的时候呢 这个葡萄糖和这个氧气呢 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它就可以提供能量啊 当我们这个氧气不够的时候啊 这个氧气它就会切换 切换到通过脂肪 来提供这个能量啊 啊 所以呢 在这个120到160的氧气要速率呢 这个时候呢 能就感觉哎 还有点累的啊 会有点气惨吁吁 有点气惨吁吁了 啊 因为身体有点感觉哎呀 快受不了了啊 然后这个所能够持续的时间呢 就比较短 从这个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啊 一般来说20分钟啊 30分钟啊 啊 就只能持续这些时间 然后再接下来 从160跳 然后或者再上去的话 就进入了这个HRIIT 就是高强度间歇性锻炼啊 然后他这个大概是心跳的80%以上啊 这个就是在这种运动就是非常剧烈的运动 就是你要使出你浑身的力量 使出你的权力来进行运动的啊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老虎来了啊 看到一个危险的情况了 那这就是为了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 而拼命的去运动啊 那就是拼命的使出你的百分之百的权力 然后因为他这个强度非常高 所以你能够持续的时间非常短啊 大概持续在那几秒到这个几十秒钟左右啊 因为他强度非常高啊 所以他持续时间非常短 如果你觉得你这个高强度锻炼可以持续几十分钟啊 那其实往往你并不是高强度锻炼 你能够持续几十分钟 那是因为你其实滑到了这个无氧运动的这个范围里面去了啊 其实你是不经意演习的到了 你其实在这个范围可以持续几十分钟啊 真正的高强度断炼的话可能只有几十秒钟 前面一直讲到了这个是最大心跳速率的 百分之八十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三十 那么这个最大的心跳速率到底是多少呢啊 这个范围大概在每分钟一百六十跳到二百二十跳啊 因为这个是一个范围 它根据人的不同而不同 根据人的年龄年龄越来越大 你这个最最大的心跳速率会慢慢的下降啊 我们这里如果你要进行计算的话 我们有个简单的公式可以简单的算一下 就是用二百二十减去你的年龄啊 那比如说我现在四十岁 那我二百二十减掉四十就是一百八十 那么也就是说我的最大的心跳速率就是大概在一百八十左右 那么我计算的时候就可以按照一百八十 你用一百八十来进行一个参考作为计算 那么这个最大的计算出来的这个最大心跳速率呢 它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值啊 比如说我算出来是一百八十 那我去爬山啊 爬山的时候快速的去爬山 爬山的时候我可能会非常累 也有可能我的心跳速率会达到一百九十 甚至一百九十几甚至两百 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这个它不是一个绝对值 它只是一个参考值啊 啊 一般这个六十岁的人 六十岁的老年人呢 他大概在一百六十跳 心跳 青少年呢 往往可以达到二百二十跳 最大心跳速率啊 到这个范围呢 大概也就是 到你这个最大心跳的这个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一百 啊 当然了这个不是绝对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 那有的人可以超过百分之一百 超过这个理论值啊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这里写了一个加号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运动对身体所造成的这个压力啊 包括这个皮质唇啊 这个 呃 总体压力 以及对身体的这个破坏程度啊 我们要知道这个体育锻炼 它并不能让身体强壮啊 真正让身体强壮的是体育锻炼之后的恢复 以及适当的很好的营养才能让你的身体 比你锻炼之前还要更强壮啊 因为锻炼它是一个破坏的过程 那你这个肌肉也破坏了 各种身体是一个破坏 但是你这个细胞被破坏了之后 他会说哎呀如果下次还要锻炼的话 我我我这个还不够强壮啊 我要把自己变得更强一点 否则下次明天后天又要锻炼了 又要运动了 所以这个细胞 它它在恢复的过程中 会把自己恢复的恢复到 比锻炼之前还要强壮啊 好 我们看这个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比如说这个步行啊 走路啊 或者急行车啊 它是属于轻度的运动啊 包括它产生的这个皮质唇也是轻度的啊 产生的压力也是轻度的啊 对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破坏 所以身体也没有 也不需要去太大的去恢复 啊 因为它没有太大的破坏 也没有需要太大的恢复 所以你下一次在骑车 再次做这个有氧运动的时候呢 你这个身体的跟之前做的差不多啊 没有就是这个运动的效果不是非常明显 我们再一次看这个无氧运动啊 有氧运动到无氧运动再到HIT 它这个皮质唇和对身体的压力和破坏 分别是中度啊 重度以及到极限程度啊 你这个越是接近极限呢 就是对你的身体进行越大的一个挑战 去挑战你的身体去挑战 去对你的细胞进行挑战啊 挑战啊 因为说你这个啊 我你这个嗯 必须要变得更强壮啊 否则你这个你就受不了了 那细胞它就会在恢复过程中变得更强壮啊 尤其是你经常进行一个比较强度大的锻炼的话 你的身体它就会意识到 哎呀这个锻炼是要经常发生的啊 是要每天都要发生的 每天都要运动的 每天都要把这个细胞搞得累得要死啊 所以细胞必须要把自己变得更强壮 才能应付下一次下一次的这些挑战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长激素 荷尔蒙生长激素啊 生长激素呢 它是身体非常重要的一种激素啊 它这个是有一种再生啊 新生的功能啊 它在这个抗衰老上面也是有非常大的作用啊 它这个生长激素有些情况下 它也被当做一个药物来使用的 当然了你这个生长激素把它作为一个药物来使用的时候啊 它会破坏你身体的平衡 因为这个药物它是从外界从外界啊 注入到你的身体的会影响你身体的整个的这个动态的平衡 但是如果你是通过体育锻炼刺激来自己产生了这个生长激素 它就不会影响平衡 它就是一个更加健康的一种方式来得到这个生长激素啊 这个生长激素在有氧运动的情况下产生是比较低的啊 然后随着运动的增加啊 变成多一点啊 再多一点到高强度运动的时候 它的这个生长激素是产生是最多的 它大概可以达到平时的百分之三百到百分之四百 这个量的这个生长激素啊 然后这个产生了这么多的这个生长激素呢 它可以一直持续大概四十八小时到七十二小时的时间啊 它可以持续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呢 它会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下降啊 这个生长激素会慢慢的下降 所以呢 你一个星期进行两次的高强度体育锻炼的话 它就可以把你整个这个生长激素啊 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啊 一周两次就够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健身啊 健身的话呢 这个有氧运动的这个效果呢 也是比较低的啊 无氧运动的再多一点 然后再多一点啊 再多一点 高强度的运动呢 它是个效果是要根据你的目标来定的啊 比如说你是一个有着体育运动员 要去参加比赛啊 要训练某种特定的 这个特定的运动下面的 持续的这个高强度 那你是有一种特定的目标来训练的啊 这个比如说你是这个田径运动员 你要跑这个100米 你在跑这个100米的时候 你是付出全力的 把你所有的力量全都用出来 用最快的速度去完成啊 所以你你这个训练的时候 你也要让自己100%的全力的付出 去这个进行训练啊 你不可能训练的时候只用70%啊 比赛的时候想要达到100% 这不行就是说你比赛是要用100%的全力 那你训练的时候也是要把你的身体 推到这个100%这样的极限进行训练的 好所以呢 这个根据你的目标不同还不同 然后假设我们的这个目标啊 不是为了比赛啊 大多数人都不是参加比赛 只是为了健康 我们只是为了健康的话 我们这里啊 根据20岁50岁80岁啊 大概这三三个范围 我们写了一个参考的建议的值啊 这个呢只是一个大概的参考数字啊 不是一个严格的要按照他去 不一定要非常严格参考的数字啊 我们比方说 假设是一个20岁左右的人 那么他进行这个有氧训练 这个大概是要占到60%到90% 可以进行有氧训练啊 这60%到90%的时间 进行这个有氧训练啊 然后是无氧训练的话呢 大概是从10%到30%的范围 可以进行这个无氧训练 就是速度比较快一点的 高强度呢 大概是在5%到15%的时间呢 进行这个高强度的训练 这是20岁的情况 有些人认为这个有氧训练这个 太太太量太小了啊 不够刺激啊 认为这个有氧训练的话 这个运动强度太少 他说这个锻炼啊 一定就要就就要让自己吃苦啊 让自己难受啊啊 这个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啊 没有收获啊 没有收获 没有痛苦就没有成长啊 这个其实在这个有氧训练来讲 其实也是不对的啊 因为你看就算是有氧训练啊 就算就算是很轻松的有氧训练 他的心跳速率从30%增长到60% 他的这个心跳速率也已经翻倍了啊 也已经翻倍了30到60啊 30%到60% 他心跳速率翻倍 然后呢 他的整个这个血液循环代谢 血液的循环 他就不是翻 翻 就不是两倍了 血液的循环 他每次心脏跳动 每次心脏跳动的速率翻倍了之后 他的血液循环可能就要翻三倍 四倍啊 其实翻三倍四倍的话 可以增强你整个身体的代谢 包括排毒啊 提供营养啊 为你的机体提供氧气啊 整个功能都要加强三到四倍 啊 然后这个增强 他在你感受到痛苦 在你的身体感受到难受之前 你这个整个循环就已经增强了啊 不一定非非要感受 让身体运动到非常难受 非常痛苦啊 其实这个心跳速率翻倍啊 这个血液循环翻到三到四倍 那就已经可以很好的 去达到一个健康的效果了 好 然后如果你觉得你很喜欢这个运动啊 喜欢比如说打网球啊 喜欢这个跳操啊 喜欢一些强度比较大的运动 那你也可以在这个无氧运动这里做10%到30%啊 但是如果你这个身体本身就比较比较虚弱或者比较脆弱 那你这个这个无氧运动可以适量减少 你可以完全就只做有氧运动也是可以的啊 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讲来讲的 好 然后呢你也可以做一点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啊 高强度运动啊 当然如果你你这个不做啊 做一点高强度运动也是可以的啊 这也是根据个人情况来 如果你这个身上是有伤的啊 膝盖伤啊或者脚伤啊或者什么骨头伤啊 或者腰痛啊背痛啊 身体有损伤的 那你这个就不要做这个高强度的 或者等你伤好了 再一点一点循序接近一点一点增加 那那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或者手这里或者有伤啊 或者或者背部这里有伤 他不太考不太能做某些运动 那么你可以做一种静止的高强度运动 那比如说在那个健身房里有那种骑自行车的啊 健身房里那个骑自行车它是静止的但你不动的 只有两两个脚在下面动 然后上上半身几乎是不动的啊 就是脚在那里蹬 那么你可以用用这个也可以用用这个的实践高强度 就是先骑先热身热身了之后 热身了之后感觉差不多了 你可以全力的用最快的速度去骑这个自行车啊 骑比如说骑到30秒钟30秒钟的时间 让他进入这个高强度啊 心跳速度速率加快 然后呢你就休息 休息个10秒钟20秒钟30秒钟 或者休息个一分钟 然后呢再来再骑骑骑骑骑 用力骑啊 用自己的全力100%的全力骑 再骑个30秒钟 这样子可以一点一点把你这个心跳速度呢 推上去啊 推到80%以上甚至更多 因为这样子你是坐在那里不动的 就只有两个脚在动啊 上是上半身不动 那么如果你上半身有有一些损伤不舒服的地方 那这样的这种方式呢 就会不赢 不会触动到你这个有疼痛 或者有受伤的部位 然后也可以达到这个高强度的这个 加快心跳的这个这个这个目的啊 所以呢 这个也是可以根据条件自己灵活的来进行 变通 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呢 一般呢 一个一个星期呢 一到两次就可以了啊 你如果是20岁的时候 你是年轻的状态 你做个一次两次就够了 那你做到三次四次也可以 做个五次 如果你是有特定的目的啊 比如说你要在运动 在比赛中想要获胜 有特定目的的 那你一周做个五次也就可以了 随着你的年龄越来越大 这个高强度的这个运动的次数 要逐渐降低啊 到年龄大了之后呢 一般做个一次 一个星期做个一次 两次就可以了啊 这根据个人的年龄来 好 那么如果你大概是50岁左右的人啊 50岁50岁呢 你可以做70%到95%做有氧运动 然后5%到20%做这个无氧运动 然后5%到10%的时间做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啊 这个高强度的次数就不要像年轻人做那么多了啊 一周做个一次两次两次三次差不多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80岁的人 那么你就可以80%到100%的时间全都是做有氧运动啊 就是说最多可以就是100%就是全做有氧运动啊 然后无氧运动呢 你可以不做 也就是0%到20% 这根据你的这个情况 80岁的老年人啊 如果你的身体状况觉得自己很棒棒的啊 平时也一直有运动的习惯 也有特别喜欢某些运动 那你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这个无氧运动 然后高强度运动的话 呃 如果你这个实在非常喜欢 而且身体非常好的话 可以做一点啊 可以做一点不要做太多 一个星期一次两次就已经足够了 因为你是老年人了 老年人的这个做高强度的运动的时间 是0%到5%的时间做高强度的运动 好 我们总的来看呢 虽然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呢 它的这个好处非常多啊 它对身体的这个激素啊 这个这个挑战啊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总的来讲 我们是把高强度的运动 它的这个比例是最少的 高强度的运动 在你整个运动里面 所占的这个比例是最少的啊 它是最少的一部分 然后是这个无氧运动呢 稍微是再多一点 然后大多数呢 还是有氧运动啊 好 总的原则要掌握了啊 不要倒过来 你不要什么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做高强度运动啊 很少时间做有氧运动 或者这个倒过来那就不太好啊 还是高强度运动强度最大 但是运动的这个时间在的比例是最少的啊 无氧的少了再多一点啊 有氧运动是最多啊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啊 高强度运动 HIIT 高强度间歇性运动 它到底是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啊 答案是高强度间歇性运动 它是一种极端的无氧运动 是无氧运动再极端就是到高强度 它是一种可以说属于一种极端的无氧运动 好了 我们今天把这个三种运动的这个啊 大概都讲了一下啊 呃 欢迎朋友们留言 也可以大家截屏把它保存下来 觉得有用的话啊 可以把它截屏 好 然后大家参考的进行这个运动 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也欢迎大家转发评论 谢谢大家加关注 好 谢谢大家